瑞瑟香是花莲县内最大的凤梨产区 乡长吴万的一上任就特别举办了第一届的瑞瑟凤梨节 要推广行销在地的凤梨等农特产品 邀请大家来品尝优质的凤梨 凤梨冰茶等多元化的凤梨农产业 体验一场深度的凤梨食农教育 社区妈妈部落姐妹们歌舞开唱 瑞瑟香第一届凤梨节在步兴凤梨公园登场 到场的游客民众喝凤梨冰茶 在坐上凤梨游园小火车展开一场凤梨食农教育之旅 我们的食农教育也会做得有声有色 第一届瑞瑟香凤梨节不仅是地方妈妈姐妹 游客乡亲共享盛举 现场有凤梨相关产业DIY 粉砖打卡赠凤梨冰茶 消费满了几点送现金兑换券等体验活动 与会长官贵宾也高度肯定 我们的农产产举到日本的时候 让大家心得安全 然后我们的顾级上都大中心 乡长吴万德一上任就积极推动地方农特产 尤其特别开办第一届瑞瑟凤梨节 乡万德希望向公所与农民团结一心 共同来推广行销瑞瑟优质的凤梨农产 乡来这是我们的知会朝几外打来 希望我们的人亲 大手抗手抗手 把我们来拍摄这个世界 希望我们的知会 乡来平衡 不是我们的知会平衡 我们的知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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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历史也有一甲子 凤梨品种产业丰富多样 是地方最重要的农产 借着瑞瑟凤梨节的开办 乡长吴万德表示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并支持瑞瑟乡的凤梨农产业 瑞瑟凤梨节 好运往往来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